來看一下這個便當 那當然這個 最細的一個細節 就是在這個便當 那個素食便當 大愛素食天地便當這一塊 因為 我覺得這有幾個問題 因為昨天被一個臥草 他們這個一個 網紅 網路團體 他們也抓出來了 就說 你連便當 連便當 這個竟然可以爆到 96萬 110塊錢 大家會覺得說這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便當 可以買到這麼多 後來呢 這個民眾黨就有解釋 又是烏龍 柯文哲也說是烏龍 可是這個烏龍有幾個點 第一個點 就是說 包括王毅川 他先指控 他說 奇怪民眾黨不是先從 41萬 以上的這個賬 開始清查嗎 那你怎麼 41萬以上的 這個是96萬 你怎麼這筆也沒抓到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昨天第一時間 爆出了這個素食便當 爆賬96萬這件事情 出來之後呢 陳志翰 跟他的先生 許甫 同一時間 這個有接受訪問 就夫妻兩個人 說法不一樣 一個 陳志翰說是 Key錯了 是 9.6萬 誤爆啦 只有9萬6 是Key錯了 可是呢 許甫卻說 兩筆便當的收入是 960 加110 變成 960 110 但是 這個說法 也被人家說 是有問題的 因為960 110 他說是110先Key 然後再Key 960 所以再怎麼樣 你再怎麼Key 應該是110 960 怎麼會是960 110 就是 你是先Key 110 再Key 960 你的Key下來 不是應該是 110 960 怎麼會變成 960 110 這也是第二個被抓到 那 再來啦 再來今天這個 4X貓有更多的爆料啦 那這個是吳宜萱 吳宜萱 今天早上出來 最新的說法是說 這就是會計師Key in錯誤啦 沒辦法代替業者回答 發票的問題 但是 同個狀況 也好像發生在賴清德 總統候選人身上 好 那我們先請貓貓 幫我們進入到 便當話題 聽說你今天 還特地去這家便當 可是大家好奇是說 這家便當 店不是已經 被人家講說 去年就已經結束營業了嗎 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就是 就是某個討厭的家夥他開啟了 大查賬時代 然後變成就 每一個 網紅啊 名嘴啊 團體啊 現在就是 這幾天就瘋狂查賬 大家都查得很開心嘛 那昨天卧草就是有發現說 怎麼有一筆 那個便當錢是96萬 然後就說 不是之前說 41萬以上 他們都會 少過一次嗎 但是這個沒有查到 然後第二個就是質疑說 為什麼 昨天不是說全部爆走了嗎 那為什麼你後來還可以變出那個發票來 對 然後還有第三個就質疑說 他們就質疑說 他們因為他們有派人去現場 有派人去現場 然後就發覺說 那個本來上面是 蓋什麼大礙數十天地 對 然後結果現場那家店變成咖啡店 然後問一下說已經改一兩年了 然後就說為什麼已經變成咖啡店一兩年 還可以蓋章 然後所以昨天晚上其實 引起很多討論 確實 那其實第一個出來回應的就是 陳志翰 然後陳志翰他就是在那個 黃光琴的直播 然後就在這裡面講說 他大概是昨天 大概五六點那個時候 他直播 剛好可能有問這個問題 他第一時間可能也不知道 就剛好 人家發現就剛好在直播中問他 他直接回應 他可能就也沒有 那個準備 他直接回應 不可能96萬 可能是什麼9.6萬 對 就是這個 9.6萬 誤報了 誤報了 對他一開始就這樣講 我就想說 不對啊 你們六日不是開會開兩天嗎 不是查帳查得很辛苦嗎 結果 你就是 直接直覺反應說 沒有啊 就是 那個 96萬是9.6萬 後來那個 許甫大概在晚上快8點的時候 他就發一篇文說 沒有啦 我們有找到發票 許甫就貼出了兩張發票 是 就貼出兩張發票 一張就是110塊錢 一張就是960塊錢的發票 這許甫提供的 然後就說 我們 K錯 就是960 然後再K110 所以就變了96萬 人家就有拿發票出來了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就更多了 因為我有回去對監察院的資料 然後你看 他登錄的日期是 112年9月7號 這是第一個疑點 對 第一個就是 你登錄 4個月之後 因為他第2張發票是 1月7號 你去年4個月前的 發票 你已經登錄過了 重複登錄的意思 對 你4個月前已經登附過了 為什麼 過了4個月之後 你還會說 兩張發票又一起登一次 因為他 許甫的說法 跟大家講一下 許甫的說法是 兩張便當的收據 我們在登錄的時候 是960跟110 不小心寫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960、110 可是貓這邊抓出了一個最大的重點 對 時間 剛剛你說的這個110 這個已經是 去年的9月7號 就已經登錄過了 對 那你 這邊 這個是 你真的看很細 這個是今年1月7號 這個便當是960塊 這兩張差了4個月 差了4個月 你是為什麼可以叫跨年度還可以放在一起登記 而且還有一個重複登錄的問題 對 還有重複登錄的問題 那目前他是沒有這個回答問題 那現在第二個問題就是 大家就說那個大礙述詞說 為什麼是 已經結束營業的大礙述詞 但我今天早上就實地去 現場買便當 關了 沒有 現在是7月 你確實你買這個便當 我就去現場朝聖位去問了一下 大概知道原因 他們是同一個老闆 他前面開素食店 前門開素食店 後門開小禮便當店 前面開素食店 後門再開 小禮便當店 對 他是同一個老闆 然後前後開 然後後來 前面的素食店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生意不好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就是結束營業 然後改開咖啡店 但是後面的小禮便當 還是繼續營業 然後但是他可能沒有去改 就是 那個 發票章 然後所以就繼續沿用著 大愛素食天地的發票 但是他其實就是 同一家店就對了 瞭解 請說賴清德 他們競選團隊買的 也是 這家的小禮便當 只要是在小禮便當 買的便當 開的這個發票 都是所謂的 大愛素食天地 對 這個就是我今天早上去買的 你看100塊錢 而且8月15號就是今天買的 今天 還有小禮便當 然後呢 而且你看 他開給我是寫 那個 鄭凱的 國字 對國字 但是我們回來看一下 為什麼 許甫你寫阿拉伯數字 你們是都沒有開過那個 收據嗎 為什麼 對這不行 這不行 你這個可以改啊 我是柯文哲的話 這張收據就被我扔在你臉上 對這真的是不行 對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好 這個我們先說這個不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他的時間是1月7號 今年的1月7號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剛剛去那個包便當的時候 我就問說 請問一下 你們的一夜時間是什麼時候 他就說 我們只做禮拜一到禮拜五 禮拜六日是休息的 那剛好 1月7號這一天 禮拜天 抓到了 許甫你是不是亂填 你日期亂填 就帶回去亂寫 怎麼樣 至少你填一下 你日期要寫 對 你不要造成人家困擾 不要人家問說 為什麼假日 這家便當店員 你查這麼仔細啊 1月7號是禮拜 天 禮拜天 禮拜天 你連這個都查 你也太over了吧 就順便 你是太閒喔 你真的是 你連1月7號 禮拜天你都給人家查 就順便看一下嘛 對不對 1月7號禮拜天 我就問一下 那個民眾黨 因為這許甫貼出來的嘛 是 許甫貼出來 那我就問說 為什麼許甫你有一張 他們一張禮拜天的便當店 為什麼我們都吃不到禮拜天的便當 哇 你這個真太細 你這比柯南還柯南 這個沒辦法啦 然後反正就是 問他們 今天出來回應的是 吳宜軒 他剛剛有開記者會嘛 吳宜軒的說法 他就說 他沒有辦法代表業者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便當 便當發票是你們拿出來的啊 你們拿出來 寫1月7號啊 對啊 寫1月7號 那 那你是不是要出來解釋清楚 為什麼 那個是1月7號 而且貓貓你是不是昨天在這個發票上面 你有抓到更多的問題啊 其實有很多 有的沒有小細節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就比較要曉得 包括這個東西 像蓋章 蓋章的 通常 雖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我們去買便當 便當可能比較辛苦 他們就說 他們就是 章蓋好了 給你這個空白發票 或是 分數把你寫好了 其他自己填 對但是我們知道就是大家方便嘛 但是你蓋章 你直接蓋柯文哲 競選總部 你好歹手寫假裝一下 你連裝都不裝 帶回去直接用蓋上 人家就覺得說 你這是自己寫的 你至少手寫人家 你還可以拗說 沒有這是小吃店 幫我們寫的 哇 你連什麼便當地基組 這個到底什麼問題啊 地基組 這個也是大家在討論的事情 因為通常我們拜地基組 是那個 初二跟十六嘛 通常是初二十六 他這個好像是 那個農曆二十三 好像二十幾號 大家就說 那個時候不是拜地基組啊 為什麼你們會拜地基組 但是也有人猜說 會不會剛好搬遷 可是那個時候剛好是農曆 農曆搬遷 好 他們可能 你覺得他當柯南真的是 太誇張了 所以就是有 所以有那個地基組 但是那個時候還有人說 因為昨天還不確定說 小禮便當店就搭在素食店 了解 所以昨天有人就開玩笑講說 拜地基組你給他拜素食 地基組就是要吃大雞腿 你給他拜素食 難怪你們民眾黨會出事 不過現在看起來就是 小禮便當他確實有賣雞腿便當 所以他們可能真的是有拜雞腿便當 好 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 小鈴鐺